在台湾有一群人把植物当作医生 无论是栽种植物或是食用植物 都有着疗愈身心的感动 四季零食今天要介绍一种植物 它在南美洲是被视为养生食材的 巴西人森 看谁在吃素带你一起去认识一位 天天与植物当朋友的园艺治疗师 看他如何跟着季节开菜单 感谢观看